我回家的时候嘛 就是说第一次电舞 我一般是进卧室的嘛 然后进去的时候 看见我那摇表器的那个手表 一个都没有了 毛女士说 有两只劳力士手表 一只百年龄手表 和一只伯爵手表都不见了 然后再看自己的手势盒 也少了好几样 包括五枚卡地亚和宝格丽戒指 就发现贵的几样的戒指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像这些稍微便宜一点的 它没拿嘛 我说它还是实货的 很实货 肯定是很实货 毛女士家客厅的摄像头 也被人动过了 但还是捕捉到了一些画面 当晚七点半左右 一名男子开着手机灯 从阳台外面走进客厅 此时监控发出了低的一声 男子回头看了一眼监控 又折返回去 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在监控中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摄像头被人翻转了上去 直到晚上九点半 毛女士回家 发现东西被盗 报了警 经过毛女士清点 大概损失八十万左右 那天她警察给我看了 她说你怎么感觉一点都不难过的 我说我觉得因为你们 也感觉挺相信 相信你们啊 因为现在也 也科技也发达 是不是 然后主要是 她们也很重视嘛 民警勘察现场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 毛女士家住二楼 门锁完好 但阳台的窗户开着 结合之前那段监控 民警推断 嫌疑人就是翻阳台入户的那名男子 当天早上六点 民警就在夏城区某家酒店里将嫌疑人抓获 嫌疑男子姓杨 二十岁 杨某交代 东西已经卖给了一家奢侈品回收店 对方反映说这些财务已经销往异地了 那么最后我们是联系的物流公司 在薛尔赛机场附近 那么将这个被盗的账物进行了取回 据杨某交代 所有东西总共卖了二十五万 其中价值三十多万的劳力士金表 只卖了十多万 而且仅仅几个小时 她就把十多万给花掉了 包括去酒吧消费 帮女友交房租 还有打赏女主播 最夸张的是杨某竟花了十一万 租顶级跑车去销赃 她这个人也比较奢靡吧 应该说 就拿了钱去租南波基尼 卖凯伦这种跑车 后面就开着跑车去卖赃物 所以也很容易让人家相信 她这些东西确实是她自己的 等等有些八个小时 去把所有东西都追回来 我觉得也还是挺感动的 同样是毛女士住的小区里 前段时间有个女主播也报案说 家里的十几个名牌包包不见了 损失三十来万 后经审讯 作案人也是杨某 她是通过溜门 被害人当时是 应该是出门去倒垃圾 或者什么的时候 门没有完全关好 出门没注意 那么她进去偷了这些包 价值三十多万的包 杨某卖了十万块左右 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 被警方刑事拘留 部分包被警方追回 19年年底的时候在西安 曾经也是因为入室盗窃 那么被西安的法院判了 有期徒刑六个月 那么是今年刚刚刑板释放出来的 那么出来以后呢 她就到了杭州 在这边又做了两次案件 1818黄青眼技术报道